他虽然是一个酱油角色的变种人 出场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但是他的实力却在观众眼中挥之不去 就连拥有主角光环的金刚狼也被他打得服服帖帖 他就是女版金刚狼 因为电影中好像没有介绍他的名字 所以我暂且这样称呼他 女版金刚狼是死催客的傀儡 一直受死催客控制 他和狼叔一样 同样都是由艾德曼合金打造的 但是他的近战体数却要高于狼叔 而且身体相当灵活矫健 不管狼叔发起怎样的猛攻 最后都能被他一一躲过 就当狼叔以为能了结他时 谁知女版金刚狼居然还拥有自愈的能力 就连狼叔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且女版金刚狼还有一项能力比狼叔强 在两人的交战中 狼叔每受一次攻击 都会疼得哇哇大叫 但是女版金刚狼哪怕被狼叔的狼爪刺穿身体 他也一声不吭 说明女版金刚狼拥有自愈的同时 而且还无视疼痛 最后狼叔也意识到了实力的差距 于是趁其不备时 将带有爱德曼合金的液体针筒 插入到女版金刚狼的身体 因为爱德曼合金在液体的状态下 如果突然遇了 会立马凝固成固体 所以女版金刚狼最后变成了金刚铜人 就连落入水缸中 也会清楚地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 如果狼叔不是因为主角光环的话 我认为很可能会死在他的手里 不过女版金刚狼在这里好像并没有死 因为在逆转未来中 有一个哨兵机器人就用过他的超能力 而且还捅死了太阳黑子 说明女版金刚狼最终是死在哨兵的手里 并不是金刚狼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